十一月二十一号上午十点 主顾修女会在静怡大学主顾圣母堂 以感恩圣祭庆祝来华福传一百年 主顾传教修女会 主顾修女们创办的台南德兰启治中心 台南芦苇启治中心 澎湖惠民启治中心 泰山奇迹之家的伙伴们 还有许许多多主顾修女会的好朋友们 共聚一堂 参与由苏耀文主教主理 荣修刘丹桂主教 及多位神父们共祭的感恩圣祭 齐心献上感谢与祝福 感恩圣祭开始前 主顾修女会傅宝善修女 代表修会热诚地欢迎大家 前来参与圣宴 我是真诚欢喜的 欢迎大家的光临 在这一百年悠悠的岁月里 主顾修女会在我们大中华的土地上 有艰辛痛苦 也拥有欣慰欢悦的意境 在这一百年中 我们全靠天主特别的宠佑和照顾 也有狠狠多多的恩人 亲朋好友 孝友 以及 师长 支援 和同学的帮助和合作 也帮助我们 能够实践主顾会的 仁爱 慈悲 公平的使命和精神 苏主教在讲道时说道 那我们今天在这里 我们要纪念庆祝来自美国 然后一百年前来到亚洲 来到我们中华地区服务 踏上这条少有人走的艰辛之路 以来行要行 承行天主的旨意 透过爱天主爱人 来观望天主 成为他人服务员 一百周年的主顾修女会 在蒋婉景老师大提琴演奏下 唐传义校长 以强而有力地演唱 诠释开封这首歌 表达对在中国河南开封扶船 伴教育 并将扶船脚步延续至台湾的 修女们的支持和祝福 邱家瑜修女代表修会 致感谢此 我们感谢天主这一百周年 对我们修会 还有大家的眷顾 也愿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透过我们的服务 透过我们的生活 继续将天主的仁爱 慈悲正义 传选下去 愿我们的灵赞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别人的祖父 苏主教以教宗降服状 致赠于主顾修女会 代表台中教区 感谢美国总会和修女们在人力 物资和精神上给予我们全力的支持及赞助 使我们分享到天主经由修女们的牺牲 奉献 所给予我们的爱与种种恩宠 同时苏主教也致赠降服状 与主顾传教修女会 谢谢修女们90年来 在台湾的浮船耕耘 意外的礼物 令修女们惊喜万分 全场以热烈掌声 感谢两个修会修女们 给予的陪伴关怀 最后在全体涌唱 Our Lady of Providence 期许怀带着兴旺爱之心 透过一系列感恩庆祝活动 开启下一个一百年新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